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诚实新闻 世界周报 今天我们来看看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开始之前 请各位新朋友 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我们未来更新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周以来 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情 首先亚洲区 我们不可忽视的 就是香港地区发生了反送中事件 到底是什么是所谓的送中呢 他什么样的内容案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谓送中条例 他的真正名称是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协助修订条例草案 这个条例里面 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潘晓颖命案 就是一对香港的情侣 前来我们台湾旅游 然后南方杀死了女方 然后弃尸 潜逃回了香港 而台湾警方用其一切方法 要引渡这个杀人犯 然后当然香港 因为没有跟台方有司法互助 所以这个杀人犯就一直逍遥法外 只要他终身不再踏入台湾 那么他的滔天恶行 一样无法被制裁 他依然可以去茶餐厅 享用他的饮茶 还是可以随时的出国旅游 杀人罪 抱歉 他被香港的司法保护 发生地不在香港 这个罪行无法可管 受害人家属 只能一辈子的吞下这个眼泪 为了民估许多在中国 香港 澳门 以及台湾地区犯罪 在跨区域之后 就无法制裁 所以香港地区政府 提出了这个修正条例 此条例如果获得通过 行政长官将可以就单一案件 提交的方式 移交被告 移交这些被控的罪犯 除了谋杀罪以及误杀罪外 也包含了什么? 贿赂罪 诈欺出入境当局等30多项 可判刑7年以上的罪案 香港政府亦可以协助中国大陆等地 没收在港的财产 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中国 香港澳门 台湾犯了刑罚 你杀了人 你诈骗的人 你诈财 无论你从台湾逃到香港 中国逃到香港 香港逃到澳门 你都只要你有犯罪的嫌疑 跟犯刑的确定 那么就像我们的这个香港来的旅游案件 男朋友杀死了女朋友 香港不教人 台湾仍然可以喊请中国政府 针对此案件进行审判 香港不再有这种司法的保护伞 来保护加害者 这些条例的详细条目 老师放在我们最下面的说明栏位 各位可以详细看看 这些条例内容 简单来说 就是你如果你不犯法 例如你不涉及性侵害 你不涉及儿童强暴案 你不涉及黄赌毒案 或是涉及行业 赌博诈欺 暴力伤害 谋杀人重大刑法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场案件中 香港方面认为 这侵害了香港的司法主权 所以进行了有系统性的示威抗议 进行了许多警民之间的相互暴力冲突 这里面 孰是孰非 老师不针对他国内政做评论 但是老师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在外地犯法的人 你逃回香港之后 就不用接受法律的制裁 或许这个所谓的司法自由 是在保护加害人的法律 当然真正的是非公平 应该还是交由该国政府来做审慎处理 毕竟香港 他实质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不再是租界区 无论最后如何变革 相信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司法改革 他国都应该尊重 接下来我们把教练转向美国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周四时候称 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同意在6月底 与日本举行的G20峰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个发言 在日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有了相关的说明 如果习近平到了日本 却不跟特朗普见面 那么特朗普会针对大陆提增加了更多的关税 而特朗普发出这样的言论之后 美国国内的经济学者与众议员都提出 如果特朗普真的这么做了 那不管中国会如何 美国国内的经济将会面临极大的衰退 但特朗普的关税战还是在墨西哥上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上周的美末会谈 特朗普成功的利用关税的威胁 压制了墨西哥 达成了墨西哥针对非法移民控制的协议 也可能可以有效的遏止 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而特朗普最终的目标 还是希望中国能够低头 因为只要中国低头了 特朗普才能有效的控制住 特朗普即将在美国境内要发生的物价飞涨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的加税 要付出这笔的税金 几乎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百姓 所以特朗普在本月初延后了第一波的加税时间 其目的可能就是向中国表示 我们还有谈判的空间 也有一定可能是避免在这第三季的一开始 就造成了因涨价 造成的通缩问题 让明年初要出来的财报 影响了特朗普2020年的竞选数字 其实无论如何 习近平原本就预计要参加G20了 特朗普特别表示 习近平如果不来就要加税的说法 或许也只是为了营造了气势 让舆论认为 我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你习近平来 你就得来这样子的氛围吧 有可能是这样 转回台湾 中华民国2020年的总统大选 民主进步党部分 确定由现任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进行 绞足 而中国国民党截至目前为止 确定的提名参选人尚未出炉 目前情势应可能由台湾首富郭台铭 或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两位中选一位 作为代表中国国民党进行 绞足2020的中华民国大选 在此之前 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民调一直十分的低迷 但因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让民进党部分又能操作了民粹 让民进党的士气又再度的大振起来 其实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都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还是独立的吧 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法干涉 然而国民党的惨弱 对这种案件的相关态度 十分的暧昧不明 所以这场2020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无论国民党最终派任何人来竞选 相信也将是一场非常艰困的战斗 并不会如国民党之前所预期的 会顺利的取回执政权 我们把焦点转回到英国 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的人选 前外交大臣 Johnson 宣布了在10月31日之前 要推动英国退出欧盟的计划 暗示必要情况下 即便不达成协议 也要进行脱欧 他新秋与欧盟重新谈判的脱欧协议 与此同时 也他将让整个英国为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 但是在英国国内 许多企业家与经济学家都一再表示 无协议的脱欧将严重损害英国的经济 到目前为止 Johnson在众多候选人中遥遥领先 获得了79名的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根据保守党内部的网站数据 排在Johnson之后的 是英国现任外交大臣亨特 亨特称自己是促成交易的温和派 目前得到34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让我们把焦点转到伊朗 伊朗总统施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违背美国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 凸显出安倍晋三在试图缓解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僵持时面临的挑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周三抵达德黑兰 希望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关系 以及伊朗的友好关系 可以让他帮助缓解美伊目前的危机 美伊危机是由于特朗普决议在2015年退出的国际核协议 而引发了这场的危机 鲁哈尼在会谈后 向记者说明 日本继续从伊朗购买原油 并解决金融问题的医院 可以确保拓展相关的双方关系 双方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他在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 会晋期间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避免与伊朗出现军事升级的希望 安倍晋三称 伊朗无意发展使用核武器的意愿 最后我们看看科技相关 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获得十几家公司 支持他计划下周推出的新加密货币 这些公司包含了Visa Master PayPal 和Uber 据知情人士透露了 这些金融公司和电商公司 将各自投资约一千万美元 给管理该数字货币的财团 知情人士称 这些资金将用于创建该加密货币 该加密货币 与一篮子政府发行的货币来做挂钩 以避免其他加密货币遭遇了重大的波动 根据华尔街日报 曾在上个月的报道 Facebook在招募金融公司和电商 来帮助推出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系统 并寻求为这个名为Borgia Libra的项目 筹资约十亿美元 这一秘密的计划 已经开始了一年多 核心是创建一个用户 可以相互转账 并用来Facebook和整个的Internet上面购物所使用的数字货币 这知情人士称了Facebook仍在与一些合作伙伴洽谈 最终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将可能随时会改变 Facebook的发言人对于此消息不予置评 但这个七星也就是说Facebook不只甘于做一个社交媒体 更打算转型为超越政府机关的货币发行者 进而挑战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成为了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货币发行者 而这个举动在某方面来说 也是挑战美联储对世界货币的掌控权 是否能真正的发行 并弱于应用于实用上 事实上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目前的各国虚拟货币 例如中国的支付宝、微信、瑞典的无现金货币政策 都是基于该国发行的法定货币 具有一定的国家经济基础之下 对于国家的资金与外汇的掌控 如果超越了例如比特币等投资性质的虚拟货币 而企图成为一个货币的发行者 那么是否能够让各国政府所接受 也在未定之处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诚实新闻世界周报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